欸,What's up? 又到了吃飯的時刻 你今天穿的有點潮喔 這樣很潮嗎? 很像一種 80年代想要裝逼的老人的衣服 真的嗎? 這件衣服真的很適合你 可能因為你這兩天有嚴格鍛鍊的關係 線條是好的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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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奶頭全部消失 奶頭消了嗎? 消失了 消失也要打 消失是怎樣 奶頭就奶頭又怎樣 好不好 聽我說 這奶頭不進 聽我說 這樣 聽我說 你也想聽我一個奶頭的故事嗎? 你講 你講 我們今天來找一個呢 雖然是跨出你舒適圈的一個對象 要來拍下班吃飯劇 我講對喔,後子在那邊嗆 我講對喔,後子在那邊嗆 這個單字叫下班吃飯劇 抱歉,下班劇吃飯 下班劇吃飯 你聽過頑童對不對? 聽過啊 那你知道瘦子嗎? 知道啊 我知道瘦子跟胖子 胖子是大約嘛 不是型的 另外一個我比較不熟 比較不熟對不對 對,叫小春好像 瘦子是天王中的天王 他有多紅你知道嗎? 怎麼說? 看他這邊 我們今天要拍瘦子,開不開心? 開不開心? 今天要去台哥家開不開心? 搞成這樣 跟誰弄的啊? 現在瘦子一瘦在年輕人的心目中 真的是天王中的天王 對,因為他這首歌很厲害 叫Change I wanna change You wanna change I wanna change You wanna change I wanna change 他發新專輯了 新專輯叫Altabody 我們很少來賓還沒登場 先幫他宣傳完 沒有宣傳 就是表示說 我們真的是知道這個歌手 這種帥勁的歌手 我們真的很好奇說 因為他也是屬於創作型 他私底下到底會去吃什麼 聽說他現在要下班了 下班了嗎? 去找他 跟瘦子吃個飯 Check it out Yes Hello,臭子 Hello,What's up? 裝忙 我等你很久了 這是他的這個 親筆的簽名 Altabody 對,我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我答應說 每個人買黑膠的人 我都要幫他簽名 結果賣太多 我現在有點後悔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些 全部都是要簽的 哇靠 黑膠的 很屌欸 問題是他這個黑膠 他怎麼 他怎麼 聽 對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幹嘛買啊 沒有,我覺得現在大家買這種東西 CD也好啦 就是要是一種收藏品吧 Yeah 因為現在也沒用CD在聽音樂了 所以應該是沒事啦 其實我還是有啦 我還是有在看CD還是有 你什麼大悲咒的時候會說的 我家好像還有一個黑膠的那個 播放器嗎? 對,好像還有 你認真的嗎? 好像還有 我要找一下 因為我 你需要一張嗎?我可以 真的假的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 真的假的 Thanks man 小事情 不好意思,只拿一錯的東西 你拿這個跟它交換 這還可以 送你我們的這個金箱 謝謝謝謝 金箱還可以 等一下,這個是拿來打的那個嗎? 對 我手上這個的金吧 我剛才才在跟我同事來講說 我好想拿這個東西打 我每次看你打 我每次看你打 很屌 感謝感謝感謝 片吃片喝啦 OK 對 是哪家? 是燒肉 其實那是我一個從小玩到大的一個兄弟開的 對,然後我們自己朋友都喜歡在那邊聚會 對 真的是你們去的店 其實就是 也沒有到很好吃啦 可是就是 因為自己感情啦 吃的是感情 吃的是感情 我們去吃一下這個感情的店 你有食物禁忌嗎? 不吃什麼? 呃,洋蔥 香菜你也不吃 吃吃吃吃 那是什麼? 不太吃香菜 哦,那我就不要吃吃吃看 就這個好了 OK啊 而且他們也沒有香菜 也不可能 對對對 我們店都不會有香菜 我們一起吃個飯 OK?好 這個你幫我收好 這個菜是比較好吃 這個真的超棒的 有價值有價值 我是真的很想要玩這個 我每次看你們在打 我就覺得 輸壓 謝謝謝謝謝謝 回去打我朋友 我還在那裡 Hey,What's up? Hello,臭子 Hello,What's up? 裝忙得講 我們去吃一下這個感情的店 你平常你來這邊你們會點什麼? 好,我先講我 你會點什麼? 我從來會喜歡的 比如說明太子雞肉必須要來 讚!這個是會啦 這個是會 然後 你會不會點雞軟骨這種東西? 會不會 你出手太快了 你先讓他一輪講完 然後你再想一想 你再說 沒有關係 明太子雞肉 我們現在看到明太子雞肉 雞軟骨沒有 明太子雞肉 然後後切牛舌 哇靠 這是主流的 南蛮炸雞 還有欸 其實我覺得他們有一個東西很好吃 是那個雞麵 這個我跟你講 我剛才就一直在看 你是在盯著雞麵看嗎 白湯 我覺得就先來個兩個 濃厚白湯麵 而且我跟你講 它的越見雞丼飯一定是好的 對,雞丼飯先來一個 稍等一下 手工豬肉漢堡牌我覺得 那漢堡牌要來齁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沒有原則上我都吃啊 因為 我也是蠻愛吃的 對啊 你自認食量算大 我會吃非常多 真的假的 對,會吃非常多 所以你現在都在忙你的專輯嗎 嗯 然後那個 好好宣傳 然後切那個 切那個黑膠 黑膠這個是你想到的 還是你們公司想到的 這個梗 其實事實上 嗯 這可能還不錯 我本身就 一直很想要有一張自己的黑膠 雖然說 事實上這個時代也沒認真在聽黑膠 但是 有點像小小的心願 身為一個音樂人一個小小的心願就是 難得我做了一張自己的個人專輯 所以我覺得 有點意義重大 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二張 你們公開是因為合不來嗎 不會 沒有 白癡啊 不會 沒有啦 這個其實 大家也知道就是 團體的話就是 嗯 賺的比較少嘛 因為你要分嘛 對 我覺得 實際話來講 心裡都會有一點點期待 就是 如果另外那兩個團體也是我的 該有多好 但我講真話 我講真話 我講真話 我們是認真的那種兄弟 我們不是那種團體被組起來 所以我們感情是 很好的 比較不會像 昆達哥跟XX一樣 嗯 所以你們是真的有插槍派吧 沒有啦 沒有到那種 可是就是那種臉書有加好友 你知道嗎 我算是前幾個加到 就是我先加他的那種 我是加完他我才加別人 所以你們等於算到底很久對不對 我跟大淵 應該是國中就認識了 小淳是高中小學 對 所以就是從學生時代就開始 那可以啊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會真的有什麼不合 或什麼的 我們大家兄弟實際 話都講很開的 剛才講錢 那是一件事啊 但是我覺得 事實上真的是比較 內心層面一點的 身為一個創作人 寫歌的人 你一定都會想要有一張自己的專題 就算我們是團體 也會嘛 對啊 但是大家心裡都知道 所以聽說你除了新專題是黑膠以外 也有C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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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真的是為了跟你一起 完成這個里程碑 有這個夢想 去買那個黑膠的版 我覺得就是 就是這些 我很感謝啦 因為這些粉絲是 的確無腦啦 他們就是 不要這樣做 不是 這是一種稱讚 對 因為我覺得他是無條件的支持這樣 然後 我大概有設一個數字 就差不多兩千三千 我覺得我會很開心 不然賣了十三萬 一萬八千 一萬八 不然客人 對 真的是嚇到我 而且我看到說你這樣 我會充滿著信心 因為台哥也想要他身為一個偶像 但都想要擁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專屬的 等比例的報則 他一直想出 可是我又不敢 可是我今天看你這樣 我有信心耶 一定的 我是叫他出一個 真的是回饋我們鄉里 回饋我們粉絲 不要說出1比1的 我認真覺得 出1比1.25 對啊 出1比1.25 真的 1.25 這個1.25是哪裡來的 講說有帽子啊 有鞋子啊 就是你的身體以外 會再多加一個 身體以外 我就不相信他家裡沒有床 那你陪他做了一個夢 對啊 你抱著我 抹著油 抹著油 舒舒服服 睡了一個晚上 然後這個東西如果說 賣得好不好 我們才考慮出溫秧的報則 比方說我是79979 但是溫秧呢 只要199 就賣了 結果人家也是可以買一台摩托車 這樣接受 那你覺得應該在哪裡 799 我覺得我還可以覺得 真的假的啦 1比1的 其實那個東西很大啊 你現在就能接受我 我都變成這樣 對我來講我也覺得 蠻OK的啊 我跟你講 你帶人家回家 進了你房間 看到你床長一個這個東西 嚇到嚇死 人家都覺得 你有品味耶 很會玩 不一樣 真的跟他很不一樣 這個可以說非常的好吃 因為它氣里香 它那個屁眼的油 整個從 有沒有什麼 從污汁出來 從眼散出來 從眼散出來 而且它剛好 肥瘦得已 雞長得好 很屌 而且這裡面有克爾蒙 雞長得好 吃完會長 好吃 吃完會長 超好吃 吃完 好吃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它的肉有醃過嗎 沒有醃過 它烤得很好 嗯 好吃 它的漢堡很玄妙 它不是用煎的 它是用炸的 還有炸的漢堡 但是 我跟你講 它真的好吃 你喜歡嗎 它是屬於有點像 菁姐 菁姐 大串的年輕 這個年輕人一定愛吃 我沒有騙你 真的嗎 真的 會不會少在 雞麵嗎 雞麵嗎 來 這真的是 它這個最愛 是嗎 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有時候喝點酒 喝醉了 吃這種東西 還沒敲回去 喜歡 中了中了中了 這個條 中了中了中了 它做得好 而且湯頭 真的沒話講 其實我真的有看過凱哥的東西 最近就是 你們的節目都有看 你的系列真的假的 嗯嗯嗯 可以飯啊 而且 而且你們的節目很棒 你們做的整個節目 是很農場的 不是 這是好的 我的意思 因為有時候 有些YouTube節目比較快 有時候會想說 好好吃個飯慢慢看 你就看到一半 你要一直按著 你還好想辦法找下一個東西看 對 然後你那個就可以慢慢看 然後看到 吃完飯 然後再抽菸菸繼續看 就是 完美 他講你有道理啊 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居家的一個節目 很適合在家裡 你問一下意思是說 他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家 對 我會不會不好意思 你問一下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好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說 說柯文哲不行 不能是柯文哲 不能是柯文哲 太主流了 太主流了 有一個 你們去接那個電話 寬頻嗎 遠傳 架設電線 架設電線是不是 對 然後你要爬一個超級高的那個 哇這真的是夠非主流 這樣子的表現 因為那個爬起來 可以看得出來 是真的在害怕 我喜歡那種真實的感覺 我們問過這麼多人 第一個講真實 真的假的 沒有一個人講過 沒有一個人講過 連我們自己都沒有看過 台湾就有拍 台湾就有拍 我跟妳講 他這個 烤得剛剛好 真的 平常我們在吃牛 你看 我都吃了一下 台哥不在吃 不在吃 但是我說 因為好 我在吃 你為什麼不喜歡吃牛 我不知道 但牛嚼起來好累 對 對啊 你覺得他太硬了 對啊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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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起了 好吃 好吃嗎 好吃嗎 一般喔 日本做的spooner 它比較鹹 這個剛剛好 蜂蜜 剛剛好 這個呢 其實應該要拿的 這邊還有一小盤飯 你還吃得下飯嗎 對 幫你上下雞丼飯 不會吧 哇靠 日本人的料理 他會上一點點 活潑的美乃滋 還有這個最重要的 wasabi 是 那一小盤你看你是會在網路上 看一些台灣族的新聞 有的美的東西 我主要就是 像你們節目真的是 它是很日常的 然後其他就是 我喜歡看人家講 說書的那種 就是聽人家講的那種 我化妝的時候 都會看類似的那種 喔真的喔 就是比如說工作前 早上起來就是有點腦筋 有點ㄎㄎㄎㄎ的 你就聽這些 你就會開始越來越 集中 就會有認真地面 你想知道 你分配得好好喔 對我會分配什麼時候 看什麼類型的節目 對 你就屬於一次吧 課完還是你會大概分個兩次 你們的影片你就算看兩次三次 你也不會覺得 就不會覺得 就像周星馳的電影一樣 你就放在那邊一直播 對啊也沒有什麼長或短 對啊 我沒有想到它這個飯 跟麵這麼日系耶 他們好像是 有特地找一個日本師傅 來這邊駐店一陣 喔 所以現在在燒烤的日本人 啊 すごい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們以前就是常 就是出去喝酒嘛 然後 可是現在就覺得有點 不太方便 一直在外面喝酒 因為你喝醉了 就很難拍 然後大家會拍就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自己在木炸 開了一個酒吧 就在我家離我家超級近 就是我喝醉 爬都爬回家 那種 今天的工商時間 炸雞很看工夫的串 很好吃 好吃就幾乎全部東西都要好吃 但是它麵也很離開 讓我覺得很意外 好吃 因為燉湯很麻煩 一般去食物店不會 你看我們剛說是 真正的日本味道 就的確是 日本朋友做的不一樣 你開始說才謙虛的時候 朋友看來那天 不算好吃啦 結果超X好吃 我都喜歡這樣子 就是你說 我看我女友的時候 我先跟艾亞說 你雞雞很小 然後我晚上到家以後 你脫下來 你一定會是搭 對 他這個就讓我 就不敢 把妹就是這樣 真的 我剛剛一看我剛好 還要相反 不是因為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確定 他這輩子看過什麼東西 對啊 所以你剛才講 那個定義很多 可是我很確定 我沒有辦法跟他回去 好 OK 好 我人生都是用這種 以這個方式在運行的 比如說 我看演唱會 不好看啊 大家不要來這樣子 然後 你先去要怎麼可能這樣 你一定會是好看 我也是用過這種方法 先不要把話說得太滿 我也會這樣 你都不要來啊 不然他們都沒來 為什麼我差別這麼少 然後他們很信任你啊 對啊 他也會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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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蘿蔔你這種東西要跟我吃 不然他會散發出一種屁味 真的嗎 嗯 憲哥哥我覺得可以搭 脖子去消磨它的油膩 嗯 好吃 好吃嗎 好吃嗎 嗯 這家可以列入 一個口袋裡面 是不是 而且我覺得你在那邊 喝到一定的程度 過來喝這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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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湯麵是真的是太屌 有爽 你覺得YouTube這個頻道 絕屌不屌 我覺得不錯啊 其實我們很早開始做 完頭那時候我們2008發了一張專輯 發完以後就是沒什麼聊我們 然後就是沒有走起來 我們就有點沮喪 然後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我們就開始也是要拿相機 然後去拍自己的MV 自己剪接啊 然後上在YouTube Channel 然後也拍一些日常 就是Vlog 就是現在大家的女朋友 今天真的蠻有趣的 你就是拍自己的生活 好像大家對你的生活 很想也沒有興趣 事實上根本也沒有人在看 可是真的你只要 我覺得嚴久的就是你 你只要覺得 大家都想要看我的生活 然後一直拍的時候 你就看那個人數越來越高 越高 我們就累積一個自己的小小的群眾 這樣子 所以就還蠻有成就感 然後一直到 10年左右 我們我就 不然我們就去當兵吧 還是怎樣 我們就沒在搞 可是我們那時候就拿到 十萬訂閱的那個牌子 那麼早 其實我是蠻OG級的 對 真的耶 你們這些音樂是我讓你的 因為我去當兵 所以我們忙 我們忙 對 可是我覺得 好險我們有做那件事 就是你累積了一點成就感 你就會更想要做更多音樂 就是你發了有人看 所以其實 反而在那個時候 沒發唱片 依照我當兵那個時期 我們的創作量是很大的 我們做了很多音樂出來 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退伍的時候 我馬上我們完完就出了專輯 壽司我覺得很屌的一點 他真的是很 很自在 我講什麼就講什麼 就是我實際的話 我就講什麼 你真 對 如果以台灣的角度來講 會不太像台灣的藝人 我是是越來越自在 而且我覺得 這張專輯應該算是我 最自在的專輯 我覺得反而是 以前覺得說 勞車歌手比較有態度 對 偶像歌手有包袱 對 結果我勞車歌手當久以後發現 勞車歌手也有包袱 因為你好像永遠都要是一個 很有態度啊 就是很批判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可能不能寫太 抒情的歌啊 情歌之類的 這次在做這張專輯後 我整張專輯其實都是比較輕鬆 然後比較有情歌在裡面 那個氣氛其實跟完通 是完全不一樣的音樂 如果你聽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根本想像不到 是完通幾名的成員出來做 就要挑戰主 對 我覺得那 是我放下的包袱 我覺得很自在 就老子現在想唱什麼 就唱什麼 對 因為我以前常常 唱老子就是會常常說 你們唱一些小情小愛的 就是 娘們兒這樣子 可是我現在就是 我也唱小情小愛 然後我也可以唱 我聊人大 我很有錢 這兩個你都可以做 我覺得 對我來講 這是身為音樂人最自在的時候 你沒有任何的包袱 每一個東西都是 一極端其實就辛苦嘛 對不對 你唱的情歌唱得很極端 你哪天想唱你屌的事情 也不能唱啊 就是 可是葉勳你對你的屌子 真的還有想法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個必須 謝謝 謝謝 哇 這個封面還不錯 其實專輯 它最厲害就是它 很好摸 然後這裡面就是 這一整本 就是滿滿都摸 各式的 而且我展現了 兩顆完整的奶頭在裡面 我看到 我看到 你那個奶頭比邰哥的好看 真的 就我自己覺得滿喜歡這張專輯的 因為 我相信 我很少講 你可以推薦專輯的這樣講 欸 你講 我還要講重一點 講重一點 這應該是我這輩子做的 最喜歡的一張專輯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不要怕吹滿 這次我在製作這張專輯來 以一個創作的認識來講 我是心裡是最自在的 然後我是真的 想 把我心裡想講的話 講出來 它裡面其實討論很多 人跟人的關係 還有跟現代科技 保護我們的生活習慣改變 然後比較社會的議題 用很輕鬆的方式去講這些東西 而且 裡面還有本書 油的奶頭 OK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自己看的不夠的話 我不會說 我馬上自己去花錢 適應海報 我也秀給奶頭 大家看 Otobody OK So yeah Check it out OK 我剛剛吸收了 一手小鈴鐺 你現在一直說 我雞雞的小 我雞雞的小 然後你過世之後 他幫你戳一條大 然後大家來 來沾養你的時候 就說 哇靠邰哥 那個沾養的這個洞 可能就往下吧 原本不是開上面 就開著 就只看那個就好了 喔 邰哥 我剛剛一手說 他有看那個 人文化的文 剪的本人就在這裡 剪的本人就在這裡 要剪的當下 剪我片剪的 就像20隻以上 我還沒說邰哥 我們剪的當下 一次怎麼說 在這裡 一頂 在這裡 我已經 在這裡 人間 都要 然後 我 走 nano 神 現在 有 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